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北市政府公务局水利处除了预先撤离大家河滨公园引桥与浮动码头等河滨设施外 也宣布下午4点起管制台北疏散水门 指出不进 晚上8点将强制调离没有驶离停车场的车辆 呼吁车主及早将爱车开走 工作人员操作大型吊车将河滨浮动码头缓缓吊起 这里是台北市大家河滨公园 因应开米台风来袭 加上又碰到大潮 台北市政府公务局水利处公务科方面动员能力 针对沿岸引桥浮动码头景观厕所等河滨设施预先进行撤离 包含那个撤离河滨公园的一些引桥 那大概有10座 然后还有浮动码头大概有3座 然后还有景观厕所115座 等等的相关设施 那刚刚有提到说 隔世丰年度大潮 所以它相关的低洼地区 河滨的低洼地区 包含三角度的码头 然后还有百林左右岸 还有台北桥下 都是容易发生激烟水的情况 那因为它河川的水位都比平常还要高 所以容易发生激烟水 那民众勤勿逗留 那另外河滨测试的部分 我们已经启动撤离了 那撤离期间有一些机具在现场 那民众勤勿逗留 那避免发生危险 在凯米台风7月23号已经发布海上警报后 下午风雨将逐渐加大 公务局水利处宣布下午4点起 台北疏散水门管制止出不进 晚上8点后将强制调离所有停放在 大家河滨公园停车场的车辆 提醒车主紧速将爱车死离 否则可能受罚还要缴交移制费及保管费 因为台风影响将会在今天晚上 这段时间就会开始陆续的影响台湾 包含风雨就加大了 所以我们晚上 大概是傍晚大概4点左右 都已经启动了一个疏散门的 止出不进的一个措施 那在止出不进 下午4点启动之后 大概经过4小时 在晚上8点就会开始调离的作业 所以请河滨公园的各自民众 一些车辆进出进行 一些撤离作业 避免一些发折发生 我们台北市政府 大概包含交往局 然后还有我们的网路上 包含我们的官方 台北市政府官方账号 然后水利处的链链合并 都有一些宣传的措施 那请民众加入我们的一个 官方的平台 和官方的LINE网站 我们都会在上面去 做一个宣传宣导 记者张旗辰台北报道 未来要维护轮车安全 及保护树木健全 台北市政府从今年1月起 展开行道树建检与修剪的工作 到6月底为止 已经修剪达5158株 到底树木修剪的标准为何呢 透过镜头带您一起来关心 工作人员操作高空升降车 进行路数修剪 这里是台北市仁爱路 两旁新闹树林立 因应凯米台风来袭 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管理处 动员能力 针对人车来往平凡的市区道路 进行房台树木修剪 预先将容易被风雨催落的职业剪除 针对市区的树木部分的话 其实我们都有安排树木建检 针对一些高风险的树木的部分 我们都会持续观察跟追踪 然后必要时我们也会来做一些树木减重修剪 另外我们针对一些山区道路的部分 我们在4月防汛期前 还有一些截至到现在 我们都有陆续做一些维护型的修剪 然后避免一些山区道路 会发生一些大树倒塌的状况 不只针对台风来袭 沟局公园路灯管理处 园艺工程队方面表示 北市府从今年1月起 即进行行道树修剪计划 到6月底已经完成 5158株行道树修剪 针对树木缺失修剪 也完成了19000余株 另外对于质干较小的树木 也完成立柱100余株 台北市政府针对台北市的 一个行道树的部分 我们截至到6月底的时候 已经修了5158株 然后针对树木的一些 缺失跟维护型修剪 完成了19000余株 然后针对较小的一些树木 我们立志株大概100株 然后另外我们在4月的防庆底前 我们针对公园绿地广场的一些 排水沟的轻疏完成了788座 其实今年台北市政府 针对我们行道树 有排定的一个5年修剪计划 然后针对5年修剪计划的部分 我们首先针对一些交通 人比较多或是一些树比较大的部分 我们进行全树型修剪 然后所以截至到今年6月底前 我们已经完成了5158株行道树修剪 根据统计台北市有超过9万株行道树 除了每5年办理一次行道树全面性 渐检及平日的巡查外 工人处今年也开始针对人称密度高 高风险树木多的路段 如中山北路一段 事办光达监测作业 希望通过科技巡查 节省巡查能力附和 也能及早发现树木生长变化 预作修剪防范 接下来带你来看台北市大同区公所在台北地下街1号广场举办亲子放手作暑假同乐会 人口政策宣导活动 吸引了30组家庭一同参与 她说她几百年毕业 八百 她说她几百年毕业 她说她几百年毕业 八百岁 她有比我还老呢 由跳跳堂故事剧场演出的儿童亲子剧 以白雪公主爱丽丝和大野狼等耳熟能详的角色 以生动有趣的剧情 透过幽默对话和吸睛的服装 将乐婚怨生能养的婚姻观念传达给观众 更巧妙融入托育津贴和生育津贴等各项社会福利补助 剧中还特别着重银法族议题 像是失智症防治和反诈骗的生活实力 让现场观众深受启发 我们今天办理暑假亲子放手做跟同乐会的活动 我们最主要是响应台北市的人口政策 我们邀请了很多去知名的表演团体 最主要是用生动活泼的方式跟表演的方式 来跟大家讲传达一个热声怨养 然后也愿意把正确的婚姻观念传递给大家 那也同时也导入市府的一些社福政策 比如说蒋市场上任以来 我们推动了生育奖励金加倍送 第一胎4万 第二胎4万5 跟第三胎的5万 最主要藉由此机会来鼓励辛苦的爸爸妈妈们 那同时我们现场也办了很多的亲子手做的课程 那最主要是要来营造亲子之间鼻子互动的关系 那也希望借由这个愉快的周末下午 营造一个亲子愉快的一个周末 然后也留下一个美好的一个时刻 为了增加亲子互动 活动特别安排亲子主团合力制作奶油胶DIY相框 在专业老师细心讲解下 让家长和孩子们熟悉奶油胶的使用方式和操作技巧 亲子一起动手 创作独一无二的特色相框 藉由彼此合力完成作品的过程 让亲子间的关系更加紧密 还可以将充满爱与回忆的珍贵照片 收藏并展示其中留下幸福时光 我们是从脸书上面得知这个活动的 那我们今天来参加觉得非常的好玩 而且有意义 因为它有配合政策的宣导 但是并不会枯燥乏味 它是搭配儿童剧的方式来进行宣导 所以对于大人跟小朋友来说都觉得很有趣 那我的小孩呢 今天第一次体验了奶油胶条的活动 他觉得做了很有成就感 所以也很开心 我有两个宝贝 那今天很开心可以来到这个活动 我觉得活动很棒的是 用戏剧的方式 让大人小孩都能够知道 那个宣传的目的活动内容这样子 然后连小孩都能够失修 然后后面的手作也是小朋友很爱的 那虽然养小孩很辛苦 但是也有很开心的地方 像是小孩有很可爱的时候 对所以还没有生小孩的朋友们 不要犹豫还是可以生个几个来玩一下 主办单位大同区公所表示 活动特别与台北地下街合作 在一号广场举办 不仅受到参与民众的热烈欢迎 也希望为周边店家吸引更多民众 足足采买 同时让参与家庭度过一个愉快 且有意义的下午 更潜移默化地宣导台北市的人口政策 彰显寓教娱乐的理念 台北市卫生局公布113年第二波散装饮用冰品 及配料抽验结果 共计抽验了111件 其中有9件饮冰品被验出 长感军超标 炎炎夏日是饮冰品的消费旺季 为维护消费者使用饮冰品的卫生安全及品质 卫生局抽验散装饮冰品及配料 抽验111件 其中9件不符合规定 这次抽验的饮冰品总共95件 其中冰品4件 食用冰块18件 饮料37件 另外首配料有8件 依照产品的类别 检验食品中文生物卫生标准 包括有沙门氏菌 肠杆菌科 大肠杆菌 大肠杆菌群OE57 H7 金黄色朴薯球菌及单核球增多性底色菌 以及香豆素 其中有25件的饮冰品再出抽不符合规定 在要求业者性体改善之后 仍有7家不符合规定 那卫生局已依照为 转型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7条 跟同法的第48条 已经采取制造业者 3万到300万元的罚款 另外有8件配料 包括像粉圆 水晶 野果 地瓜圆等 是产品的一个性质 检验防腐剂 着色剂以及过氧化氫 结果有两件的水晶被我们检出 防腐剂不符合食品 电销物 使用范围及限量计格标准 那台北市卫生局已要求不合格产品下架部的贩售 而且也依请所辖的卫生局依全责办理 本次抽验9件不合格的饮冰品 包括黑丸嫩仙草的四季清茶 蒸煮丹的橙香仙茶 烈奶茶的金麦文火乌龙 杏月冰坊的红豆牛奶冰 横冰牛排的香草双麒麟 麻竹奶茶的奶茶和绝缕咖啡的巧克力香蕉冰沙 都验出长感菌超标 另外昆城商行的魔法水晶 和武林茶文创人文茶饮坊的武林茶原味寒天水晶 则验出防腐剂 另外常感菌科常常被用来作为监测水、饮冰品、食品卫生 以及制成有无卫生缺失的一个重要指标 如果常感菌科超过标准 就表示在制作过程当中 卫生状况、食材以及器具包装的过程 可能遭受到污染 或者工作人员的一个卫生状况不佳所导致 那常温保存也是为生物繁殖的一个最佳环境 所以过高的一个成感菌科会影响到饮冰品的品质 而且也会缩短产品的一个保存期限 卫生局提醒业者应重视制作过程 环境卫生及自主管理情形 注意冰箱储存温度控管 食材适量准备 为使用者适时冰存 定期更换制冰机或饮水机滤芯 以确保食品安全卫生与消费者权益 记者李其会台北报导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肝癌高居国人癌症死因的第二位 护肝显得无比重要 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举行 今年超了煤免费腹部超音波活动 全台共计有5,771人参加筛检 异常率竟然高达82% 因此呼吁大众一定要定期检查 重视肝脏的健康 肝病是国病 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为了唤醒国人 重视定期检查 避免太晚发生肝神病 举办大规模免费腹部超音波筛检 今年有30家医疗院所参与 共计5,771人参加筛检 异常率竟高达82% 先每年均有过半的民众发现脂肪肝 希望借由这个运动让国人知道 要知道肝好不好不是吃饱肝料 肝好不好是要知道自己有没有鼻息肝 最重要的是每年一定要超一次 假如你有鼻肝吸肝一定要半年超一次 所以这个是一个类似我们国父当年武昌棋义 那个做法 就是让全民响应 让大家知道超音波是在我们要的重要 我们这里也非常谢谢全台湾30家医疗院所 跟我们响应这个全民副操运动 希望这个运动可以全国遍地开发 让台湾每一个年40岁以上的肯定 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一定要超一次 我们看一个人好好的很帅 看一个女生很漂亮 也不代表她的肝好的 我们知道她心肝好 但是心肝好不代表她的肝好 随着这个B肝或C肝的治疗 大家如果愿意接受 出来接受治疗的时候 将来发现肝硬化的人数会越来越少 那有疑似肝癌或性质不明肝肿瘤的人数 跟比例也会逐年的下降 这个是我们的主要的目的 当然其中很重要的脂肪肝 如果能够不断的减少 那也是我们对未来的肝病一个很重要的提前的一个指标 当然从人数来说我们是满意 因为比我们预期要做的人数还多 最重要的有两点 第一个除了人数以外 最重要的是脂肪肝的比例下降 像云林的话他们也是有设一定的限制 可是脂肪肝过去百分之七十几 现在只剩下百分之六十不到 所以我们全台湾其他的医疗院所 百分之五十六变成五十三 所以这个相信应该是国人的观念 有一些改变 这个原来就是我们做这样的活动 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从这个观念的改变去转化为行动 然后最后得到一个具体的一个改善的一个事实 赶集会董事长许金川一手拿着超音波探头扫描 一手操作仪器仔细说明 躺在检查床上的是许金川教授 解释四十多年的老友江存松 两人曾因超音波结下革命情感 这段善缘延续至今 当许P还很小 小医生的时候那我就认识他 那个时候因为他台大医院 没有办法给他很大的买这个机器的设备 那我就提供设备让他去研究肝癌怎么诊断 那个时候对肝癌的诊断非常困难的 不是一般的这个X光上的CT可以做 那那个时候是用超音波是最好的 但是费用的人很少 老实说在刚开始的时候几乎没有 那洗P是第一步 那他自己把这个东西学习好了之后 他再延续到去训练各地 每个地方的医院的这个医生 所以今天到现在回省 做这个肝病可以做肝病的检查的医生 在台湾我想可能是上万人的 在50年前只有洗P一个人 所以这个贡献你想要他有多大 是非常非常之大 感受到肝病筛减的重要 活动赞助商黄志怡也常鼓励民众 救助肝苦人 传递为善最乐的正能量 那么今年中国新多磁探基金会 特别跟我们肝病黄志学术基金会 来合作我们的善款 特别指定用在偏乡的医疗资源 尤其是今年开始举办的这个 今年超人民这样的一个活动 目的就是要充分来照顾 偏乡地区的比较弱势的一些民众 让他们跟台湾本岛一样有一个平等的医疗资源 腹部超音波检查是一种无痛迅速 方便揪出肝脏等病灶的重要利器 肝机会自成立以来就积极呼吁BC肝病友 一定要定期做腹部超音波检查 每年免费副超筛检活动便及全国 希望能借此建立观念 即使没有BC肝也要每年超一次 就有希望加速肝病从台湾消失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诈骗集团躲避茶器 无所不用其极 竟然连神明都敢利用 刑事警察局宣布破获一个 诈漆水房据点 地点就是一处宫庙 砖小组全副武装进行攻坚 攻坚的地点却是一间宫庙 原来台北市警察局今年2月在执行巡逻情务时 逮捕到诈骗集团车手机收水两名嫌犯 因此与刑事警察局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进行追查 最后发现张款流向新北市三重区一处公庙 经过多日搜证 三四月分别发动两波茶器搜索 逮捕到有帮派背景的张姓祖贤等11人 并起出现金刀谢还有毒品 本大队于军联追查北户地区取款车手 提领之诈骑张款流向 锁定新北三重区一处公庙为诈骑水房据点 案经专案小组修正完毕 分别于今年三至四月份发动两波茶器行动 查获幕后具有邦派背景的张姓祖贤等11人 刀案并查后现金新台币251万余元 折叠刀电极棒点钞机毒品贴他命等证物 全案依诈欺洗钱防治法移送台北地铁署证办 习治局进一步说明这个诈骗集团 如何透过假投资话术诈骗被害人 同时借层层转手制造断点 移转账款引力不乏所得 计划的诈骗机房 以假冒买家银行客服等话术来诈骗 被害人 被害人诈骗后汇款到人口账户 由区管车手引领张款 然后层层移转张款 制造断点 然后再汇集张款给理性损防成员 警方队间埋伏很久才发现这个损防据点 就是一宿公廟 那也顺利查到张姓祖贤 警方已经将全案依诈欺等罪嫌移送地检署偵办 其中有7人经法院裁定积压 警方再次提醒诈骗手法层出不穷 又以假投资诈骗手法最多 诈骗集团常以低成本高报酬 稳赚不赔等话数 详骗被害人 呼吁民众提高警觉 如果有疑问 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或向警方求助 记者张祺滩 台北报道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再带你来看台北市信义区某幼儿园狼狮案持续延烧 台北市长蒋万安在参加台北市警察局 新就任分局长交接典礼前 首度鞠躬道歉 身为台北市的大家长 我的责任就是保护孩子不受伤害 台北市任何一个孩子受到伤害 都是我的责任 我都必须承担 我也应该用尽全力来弥补 我身为台北市长 要向这些受伤的孩子和家长置上歉意 针对台北市信义区某幼儿园狼狮案 台北市长蒋万安首度公开鞠躬道歉 强调身为台北市大家长 有任何孩子受伤都是他的责任 他也表示会检讨改进 让法令与政策更完备 以免日后再有类似事件发生 造成孩子伤害与家长不安 进来幼儿园的事件 无论发生在以前还是现在 或者在法令或政策上 可以更加完备 我们都会来检讨改进 避免未来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 造成孩子和家长的不安 针对媒体提问 有关家长无法看到完整的监视器画面 即称写信给市长 却始终没有收到回应等问题 台北市政府发言的英伟也做出说明 监视器画面的部分 之前局处也是有解释过 那因为检调在调查的关系 所以有一些画面呢 是可能在检调的手中 那但是这个部分呢 局处本来也就是应该要 尽全力的来做到 他们该做的 那另外一方面 关于这个回应的部分 昨天市长也有来对外说明 经过我们目前的清查 来信 局处都有来回复 那我们会再持续的来清查 并且希望能够给家长 以及社会一个最好的交代 特别是 现在阳湾市长是台北市的市长 我们这边的原则呢 就是希望能够 本于事实 然后也拿出一个态度 来面对相关的问题 我们这边就是该检讨 该精进的都一定会依照 这样的原则来检讨 因为强调台北市政府的立场 很明确就是承担 应该要做的任何检讨与精进 北市府都会尽速的完成 并且对外说明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另外市长蒋万安 期许新到论的分局长 要积极执行暑期青春专案 贯彻交通安全年等政策 同时也指出台北市 今年1到4月 行人死亡人数 比去年同期减少12人 贯居全国 显示交通安全年政策的推动 初步有成效 台北市长蒋万安 亲自主持台北市警察局 新就任分局长交接典礼 配合警政署 全国警察机关重要 警职人士调整 这次台北市警察局 共有中山分局 南港分局 文山第一分局 信仪分局 及中正第二分局 五位分局长异动 台北市长蒋万安 除了齐勉新的分局长 也提示未来重点工作 首先是积极执行青春专案 确保青少年属其安全 并且就青少年容易聚集的包含网咖 剑子游戏场 KTV夜店酒吧等 加强规划巡逻 零检等相关的情务 实践对青少年的保护 暑假期间同时是旅游的旺季 刘安也要求台北市警察局 自立维持交通顺畅安全 实践交通安全连愿景 过去事故发生的曲线图 都呈现暑假期间往上的趋势 而交通上官的单位 更需要严谨的执行 各项交通改善作为 特别针对暑假期间 我们所举办的各项活动 一定要进行交通阻挡 持续经济 务必将明月对交通的冲击 降到最低 根据交通部7月份 道安记者会公布的数据 今年1到4月 台北市在行人死亡人数 比去年同期减少12人 为全国减少最多 另外在完善行人交通安全措施上 台北市行人专用10项 及早开10项 已经完成1343处 也是全国之冠 让角安大力赞许 市警局交通大队大队长 陈永华的用心 及所有警察同仁的付出 让台北市越变越好 这一次道安记者会公布的数据 1到4月 我们各县市道安表现 与去年同期比较 台北市在行人死亡人数 部分减少12人 为全国减少最高 在完善行人交通安全措施当中 行人专用10项 早开 截至6月25日 台北市已完成了1343处 将上个月增加了52处 都是全国之段之冠 感谢全体减少同仁 努力推动各项市政 一起让台北越来越好 记者张其滩 台北报道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图形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 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凯米台风来势汹汹 动向备受外界关注 金融市长谢国良出席仁爱区模范父亲表扬活动 强调市府已经模拟好防台措施 而公务处处长陈耀川 到东五号码头抽水站 视察防灾准备的工作 金融巴豆子渔港 岸边停了几艘渔船 尽管阴阳高照 3号凯米台风持续往台湾方向接近 渔船照常运作 看不出来有渔船提前返航 来到金融港边 水位正常 气象局依照目前结构来看 凯米台风有机会转为中度台风 暴风圈会影响到基隆 金融市长谢国良出席仁爱区模范父亲表扬大会 强调市政府正在进行防台准备工作 在事务会议上会整并我们的会议 做一个防台相关的防汛的会议 我们有34个土石流 潜在风险比较高的区域 那我们现在也会列为警示区 我们会继续的监测它实际的情况 公务处还有我们的独发局还有消防局 我们都密切的待命当中 加上明天下午很可能我们也会抽空去看一下 我们相关抽水站的一个运作 务必在这个台风来的时期前 我们要把一切的准备工作都要能够把它做好 镜头来到港区 金融港东市抽水站操作厂上已经进驻 公务处长陈耀川前往测试抽水机运作情形 我们四期的七个站都会有 全部在这里 有什么正常的全部形式在上面 凯米台风来势汹汹 不管路径怎么走 对于北台湾的威胁不小 民众要做好防台准备 记者黄梢明金融报导 凯米台风来势汹汹 市议员张耿辉要求七堵开源立体停车厂拆除工程 立马进行防台的加固工作 避免强风吹袭下 工地的物品四散造成危险 凯米台风来袭 位在七堵区光明路以及开源路之间的 开源立体停车塔拆除工程持续进行中 机动市议员张耿辉非常关心工地的防台工作 邀及市政府交通处人员到现场会刊 交通处表示其中一栋六楼的部分墙面拆除后 将开始进行防台加固工作 避免在凯米台风强风的吹袭下 工地物品四散造成危险 那因应这个台风的这个措施 我们到约会在今天到一个段落以后 会在明天进行相关防台措施 包括整个基地的这个硬架的固定 跟防部的这个这个架构 然后后续等在座场上 在其他作业下方的一边整理 以因应这个防台的作业 那对于我们市政府的话 我也在这边呼吁 尤其台风来袭之前 各局处各自其责 把我的督促各相关责任区 举例来讲我们的包含在工地方面 刚才承诺我们承办科长 尽量把那个硬架 那个铁架能够牢固 以免风吹台风来袭的时候 发生意外事件 另外由于现在两栋停车塔 都还在进行高空拆除作业 因此停放大型吊车的关系 拆除期间下方光明路段 进行交通管制 来维护来来往往车辆的安全 但是也因为只剩下一线车道 因此交通处预估 7月里左右停车塔 拆到只剩下三层楼高时 就不用再用到大型吊车 也可以解除光明路段的交通管制 减少对交通的影响 有关交通管制部分 因为配合吊车作业的因素 那是预计在这个礼拜以后 大概下礼拜开始就可以 就可以取消这个交通管制的措施 那目前就改为内 就是在基地里面作业 也避免影响到人行车型的安全 市议员张耿辉则是提醒 市政府相关单位 除了开源立体停车塔 拆除工程之外 七堵区容易积淹水的 车型地下道等地点 也必须超前部署减少灾情发生 那同时在这边也呼吁我们前市的 尤其我们七五七的一些各抽水站 土栏接了一支一号的地下道 美逢豪大以闭烟 这个罗奥也讲了很多年了 那市政府据说明天要办理废坛 我想这些都是我们急得市政府 相关单位急着要做准备 还有我们的沙巴问题 还有我们各道路的水沟的通畅问题 这些都要积极的清除 还有环保局的话 各大学小巷这些也要呼吁 我们相关的住户也要做好 往来准备减少最低的灾害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中山区的 大干陵隧道是一条百年的古隧道 可以通到安乐区的秦龙湖路段 文史工作者推测 当年可能是用电车头拉运煤车 地方级文史工作者认为值得保存 因此市议员宋伟丽邀及相关单位一起会刊 1939年风亨后再次曝光 一起来看蝙蝠群飞的洞内实况 上百只蝙蝠迎面扑来 翅膀声在耳边呼啸而过 群浮似飞相当惊人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从基隆市中山区大庆大城社区 也就是俗称大干陵一带 有一条1928年新建完成 已经有97年长300公尺左右 将近百年历史 当年为了运煤的古隧道 称作大干陵古电车隧道 地方级文史工作者都认为值得保存 因此由基隆市议员宋伟丽办理会刊 邀吉市政府都发处公务处及文化观光局 和当地合庆里长陈家河 中和里长苏才雪 合庆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叶景帝 以及部分地主的蔡大杰等人 一起限地探勘 这个隧道从1928年开始盖 今年已经2024年了 应该有97年了 将近百年的历史 现在台湾的一些建物 一些遗迹越来越少了 整条基隆到金山这条路线 有六座隧道 目前剩这两座唯一保存最完整的 其中有一座就是我们这座大干陵隧道 所以说这边这个隧道 其实上知道人也不多 真的是我们这个地方的宝贝 它的最北边是到万木山 然后最南边到马宁康这边 所以它的矿距快接近200万坪 所以甚至我们中山区一个很大的骄傲 因为它所有的基隆港的煤炭或是焦炭 基本上都是从我们这个大干陵的这个矿厂运出去的 所以说矿厂跟铁路都可以结合在一起讲 是这样 光复后就大概没多久就废弃掉了 因为整条路线 因为公路局开通以后 大家都坐公车了 所以这轻便支就没有人坐了 所以光复以后那几年 大概民国四十几年开始 这条路就没有人再走了 然后慢慢木南煤矿在那边开发以后 那这条路线更是没有人再走 从中山区大庆大城社区附近 先穿越杂草丛生 树林茂密 以及烂泥路段 大约十分钟左右抵达隧道洞口 之后在文史工作者以及专业登山人士带领下 一行人进入大干陵隧道 封闭的隧道 期间经历过大大小小地震 包括921地震 以及近期今年的0403花莲地震 造成隧道里面摊坊非常严重 虽然当年只能够提供所谓的电车通过 不过许多摊坊地点大到可以容纳火车通过 也造成上上下下 有时高达近70度坡度的路段 走得步步惊心 侧着走 扶下面 不要扶上面 当然隧道里面也可以直接看到煤矿层露出 由于隧道内久无人烟 因此也顺理成章成为蝙蝠的棲息地 包括市议员宋伟立和当地和庆里长 陈家和以及中和里长苏才学等人 都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希望市政府文化观光局等相关单位先评估看看 是否可以争取中央文化部方面的支持 未来规划恢复这个隧道的可能性 他们就说就在讲说这边有个隧道 我记得这隧道我大概在张市长的时候我也有来过 但是没有完全走完 那那时候就发觉蛮神秘的 然后此次呢我就邀请我们各科室的像文化局啊 还有都发处产发处以及公务处 他们一起共同来会看这个地方 我想说这是一个具有历史价值的一个隧道 我们的工作文史者应该要让他们看见这里 以及就是说让我们金融市市民知道 这是一个以前以往就是通道仁跟那个中山区这边的一个轻便道 那未来呢如果说我们的文字客如果这边有经费的话 希望能够将这地方整个开发起来 让我们以后可以怀旧之外呢 又可以经过这地方到道仁 我觉得只有短短的300公尺而已 那我们能够借由这次的会计官 希望我们文化局这边能够来 重视这一个地方的一个观光的一个价值 能够来发展我们戴岸岭地区的一个观光囊带 让以后我们这边有一个假日休闲的一个好去处 我自己在这边二十几年第一次走到这个隧道 真的很漂亮以后 这边要开发让大家知道有一个密件 做观光石谢谢 可以无常来借给政府来使用 我们要跟所有的家族 我们土地所有人还要 我们会尽量我们乐观集成 可是还要跟家族开会 然后经过大家的同意 隧道在安乐区的出口就在秦仁湖住宅区附近 根据了解中央文化部方面 去年曾经委托相关单位人员到七独有类开会 调查基隆煤矿历史遗迹 因此也燃起了中山区地方人士和文史工作者的一线希望 随着矿业没落许多矿坑早已经淹没在荒烟漫草中 希望未来有机会让外界和后代子孙也可以看见当年矿业的风华 以及仙人们过去为了家庭和生活冒险采矿的辛苦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庆祝一年一度的原住民族日 基隆市政府邀请台湾原生同声合唱团 以及今年金曲奖最佳原住民与歌手五四爱 参与2024原生有爱看见基隆的音乐会 一开口纯净又嘹亮的嗓音 这群孩子来自玉山三路各部落 首度遗失基隆表演艺术中心演出 吸引了上千名观众到场 穿着传统服饰的原生同声合唱团 带来多首经典歌曲 美妙的乐曲 让台下观众也跟着节奏鼓掌伴奏 听得如痴如醉 音乐会同时邀请今年金曲奖最佳原住民与歌手五四爱演出 表演开始前 市长谢国良特别到后台和乐团指挥 马彼得校长会面也向团员们加油打气 所以基隆能够邀请他们来 而且我看到今天我们金曲奖的 金曲奖的基隆出身的原住民歌手五四爱 也共同的来参加 我们觉得非常棒 不像我们会办更多的音乐会演唱会 也会邀请更多的孩子 不管是各个族群 我们都会有更多好的表演在基隆 副市长邱贝林全程出席 也到后台和原生合唱团小朋友来个相见欢 真的长大了 好在话还可以如实 因为我一来就认出他们 很感动啊 他是我画作的等于是我的模特儿一样 然后还是一样纯真 还是一样可爱 合唱团小朋友一半以上都是第一次来到金融 市政府帮小朋友们安排了一趟金融之旅 将走访正面于港彩色屋 金融和平岛桥头后车亭和和平岛地址公园 很期待因为都没有来过 成立15年16年都没有来过 有看过海吗之前 之前有看过 可是没有看过那么大的游艇 今天很开心可以请他们过来 最重要的是 他们从来没有来过金融 听说他们要来的时候 他们很兴奋 我们觉得金融也难得有这么好的表演团体 可以来到金融 最主要是我们有原住民的活动 很希望跟原住民的活动 包括五四爱也得了金取奖 可以合在一起 让金融的市民有不一样的感受 这群孩子在部落里面是 大概都是来自于比较弱势的家庭 其实我们是照顾他们的生活 照顾他们的教育 那对我们来讲 合唱只是一个教育方法 不是我们的目的 那我们真正的目的还是希望透过教育 让教育有机会翻转他们的未来 这场音乐会是金融有史以来 最大的原民音乐盛典 政府邀请了金融弱势孩头 阿美族民众与购票做公园的民众 共同享受美好的音乐饗宴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导 响应2024世界肝炎日 卫福部金融医院连续第三年 和财团法人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合作 举办今年超了煤 全民免费腹部超音波检查 吸引许多民众踊跃报名参加 参加今年超了煤 腹部超音波检查的民众 认为趁着做免费腹部超音波的机会 了解有没有肝脏方面的问题 非常好也非常重要 那我一次在去年的时候就来过 我这里参加这一个检查过 原由是这样来的 那今年的话是因为 我觉得去年感觉 每年做一个定期检查的话 但应该对我的帮助是有的 所以我今年又特别在注意这个活动 那我们就来帮忙参加了 觉得人员服务人员都很亲切 动心也都很明显 对整个流程都很顺畅 那你觉得做课检查对你有没有想法 可以了解自己身体的状况 然后因为可能之前 不确定说是不是有问题 那借由这个检查 就可以发现自己身体的异状这样子 医护人员对病人都很好 然后所有的工作人员 一个接一个 那个整个流程都很顺 而且很快 感觉很好 根据卫福部公布 112年国人十大死因统计 肝癌已经连续44年 位居十大死亡原因前两名 因此响应2024世界肝炎日 卫福部基隆医院连续第三年特地核财团法人 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 举办2024今年超的煤 全民免费腹部超音波检查活动 维护民众身体健康 拆取网络预约 100个名额短短两天内就全数而满 可见民众对于自己肝脏健康的重视 那我们这个筛检提供100个名额 在7月10号我们开放网络报名 很快不到两天我们就额满了 可见民众非常注重自己的健康 我们都知道肝癌的演变 它是一个渐进式的 从慢性发炎 纤维化到肝硬化 最后是肝脏 肝癌呢 在我们十大癌症里面已经连续44年 都是前二年 所以它的一个重要性 我们不可小觑 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 有时候只是一些无理倦怠 但是有时候肝脏它本身就已经发生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我们民众 我们这边呼吁可以利用我们的成人健康检查 来检查看看自己有没有VC肝 因为VC肝尤其又是造成我们肝癌的一个重大危险因子 那我们在这边也呼吁民众 平常养成良好的生活作息 不要熬夜 有充足的睡眠 同时摄取新鲜的食材 不要酗酒 不要抽烟 有四度的运动 那我们一起来守护肝的健康 卫福部基督医院方面表示 这次活动筛检出有高达七成的民众 有脂肪肝 肝肿瘤有两人次 肾肿瘤两人次 皮脏肿大一人次 都已经转介辅导就医 基隆医院也建议 年满四十岁以上的民众 不管有没有V肝或吸肝 每年都应该进行一次腹部超音波检查 如果是V肝或是吸肝代员者 至少每半年要做一次腹部超音波检查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中家基隆长期与基隆商工合作 举办校园媒体试读推广活动 除了培养对新闻进行分析批判的能力外 也带领学生转换为媒体产制的主体 在媒体的位置思考 成为一位数位公民 影音的制作很像武侠世界 它的基本功就是分马步 那我们影音也是一样 基本功先把文杂文杂做好 那慢慢慢慢再来求变化 生动传神的举例说明 范淑敏导演来到基隆商工 与中家宽平基隆举办的媒体试读课程 带领学生探索新媒体世界 我在媒体试读的这个课程里面有学到就是 如果标题太耸动 然后内容通常都不会是正确的 多找一些方面的讯息 不要只单看一个讯息 然后就去相信它里面的内容 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 培养孩子的一个智学的一个能力 首先具备的就是 他要去辨别这些讯息跟资讯 他到底是否是正确或者是造假的这个部分 随着民众接近媒体的门槛逐渐降低 范淑敏导演也提及这个时代 人人都可以当自媒体导演 一步一步引导学生认识分镜剪辑的概念 并结合航空电子科的专业技能 让学生练习制作属于自己的作品 以前在学习自媒体影音这一块 在结构这一块是要花很长的时间 你做一支影片所需要的技术 然后所需要的一些时间 都整个大幅的降低很多很多 所以自媒体真的是 人人所应该拥有的失败这样 跟中家产学合作之后 我在空拍机跟空拍机上面的剪辑 有很多的提升 还有在基隆里中百年孝庆拍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 媒体试读已成为基隆商工 大力推广的特色课程 下方通过一系列的讲座与实作活动 期盼同学们的媒体素养 持续向下扎根 这几年呢 基隆商工透过跟中家的合作 我们在各项的课程上面 也不断地精进跟改善 我们就会带我们的孩子 到中家新闻 去做实地的参访 去了解到媒体怎么去运作 媒体试读的能力 是我们未来必须要培养孩子 去学习到的一个重要的技能 中家学院赞赞 赞 中山足球俱乐部与iParty体试能学院 与基隆市暖暖区联合举办暖暖闹着玩活动 邀请基隆市民们共襄盛举 一同享受足球有氧运动的乐趣 会避免孩子在暑假期间过度沉迷于3C网络世界 能暖闹着玩活动 由两位不同领域的专业体试能教练发起 鼓励孩子们放下3C产品 与家长携手走出户外 体验亲子运动增进家庭感情 因为我觉得这个活动蛮有意义的 可以做公益 然后来这边学踢足球 也是对小朋友活动很健康这样 其实我们创办这个活动 除了让大家一起运动之外 我们更希望的是 在暑假的期间 能够创造出亲子之间不同的回忆 在暑假的时候 太多就是家长还是要上班 所以请小朋友在家滑手机 我们希望借了这样的机会 能够让大人带着小朋友走出户外 小朋友在松山足球俱乐部 专业教练的带领之下 不仅用足球与家长做热身互动 也进行在球场上奔跑 将方才所学的足球技巧 应用于团体竞赛当中 最后由iParty体制能学院教练 带大家进行长达90分钟的 有氧运动 充满日日感的音乐 搭配简单易学的舞蹈动作 让大家玩的不亦乐乎 今天来这边玩觉得好不好玩 那有没有交到很多新朋友 那你靠西不需要还有这种活动 他想要帮助这边定内的教会的青海小朋友 所以我们就有这样的发想 他把足球跟有氧舞蹈结合起来 那在暖暖这一区是因为我们 本身就是在暖暖这个地方 生活工作 他也自产在这里 那因为我们在这边有教一些幼儿园 他想说从暖暖这边 然后慢慢去推广 让亲子啊小朋友慢慢爱上足球这个活动 非常高兴在我们暖暖这个地内的这个风雨球场 有这个机会举办这个暖暖闹着玩的这个足球活动 进我们的社区的一些环境 包含我们现在的体育活动 让我们在地的小朋友 有一个非常好的空间跟活动 可以来参与 这是我们现在最关注的事 只希望我们接下来可以延伸到基隆市的其他个区 让每一个区域的小朋友 都有一个快乐成长的一个暑假 请看藉由这样的活动 促进亲子之间的温度 让孩童在暑假期间放电 也能有更多民间运动团体 带着基隆孩子闹着玩 共美记者张荣轩 自用市人暖区域财报导 粉红夏日艺术记忆在基隆余会 正兵大楼梦幻登场楼 文化观光局也打造梦境打卡小屋 多元策展 芭比快闪电 美食市集等 邀请大家即日起到8月18的每个周末 一起来参与这场粉红盛宴 一走进芭比快闪电 陈列各式生活用品 提袋及服饰等 精美商品 让芭比迷绝对不能错过 芭比的快闪电 然后里面有一些小朋友可以体验的 然后里面有看到很多限量版 美国限量版的芭比 然后小朋友有那些 就是少女后就会有一些镜子 然后漂亮的东西 然后可以让他们撞饭 红红色展间 毛茸茸的玩偶 市长谢国良和议员宋伟丽 都忍不住自拍留念 三二一 金融粉红夏日艺术季正式开始 金融与会这名大楼90岁的古迹 今年暑假化身成为粉红市集 一直到8月18号连续五个周末 举办期间限定粉红夏日艺术季 芭比娃娃的总公司所合作的一个快闪店 所以这是一个喜欢芭比娃娃的朋友们 一定要来的一个活动 为期五个礼拜 另外我们也邀请了很多的艺术家 来做一些粉红的创作 假如有穿粉红的观光客朋友 或市民朋友过来玩的话 那就可以来抽奖 领取一些小礼物 金融市长谢国良 文化观光局长江婷梅 亲自到各展间参观 12位艺术家筑点在这里 分享他们的作品 它就是木头跟水泥 就是建造的 就是混搭的那个风格 我觉得蛮漂亮的 然后在里面展 就是展览的话 就是它其实可以让作品 我觉得更有气质 就是搭配一些木头 跟一些水泥墙 这个然后空间 其实也都蛮干净的 像我们这个艺术家 他用他的画作 来去呼应 我们这次 这么巧刚好呼应 我们这次的一个 艺术的一个颜色 刚刚他跟我分享 其实他觉得 快乐它就是这个颜色 它没有别的 而且他认为 它可以融合在自然 或者是我们想象里面 所以我看到他的画作 我觉得好感动 我们现在主要做的是第二杯 因为我觉得你很适合 这一第二杯 因为爱之地里面最美丽 就是一个美丽的体制 谢谢你 郑兵与会大楼 变身成为粉红四级 搭配饮品 让民众随着自己的心情 制作专属的饮品 我选爱自己的女人最美 我们在做完饮品之后 会让客人来到这边 去装饰他自己的饮品 因为我们就是有跟 芭比联名 我觉得打扮是一个 女人很重要的精神 所以我们希望在饮品上面 他们也可以打扮自己的饮品 就跟他们打扮自己一样 那除了我们邀请 今年全球65周年的一个Barbie 来做大型快闪电的一个活动之外 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很多 我们邀请12位 很好的艺术家 那他们对于我们这个城市 以及用他们的作品 来呼应我们这次 一个艺术的粉红夏天 那在这个五周的过程当中 除了你可以欣赏艺术家 他们的所有作品之外 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有一些市集 也有一些咖啡 还有些饮料 基隆这边大楼结合了粉红元素 连续五个周末 邀请民众走访基隆 感受到海岸县的人文和风情 记者黄梢明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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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 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